艾茵,我带着儿子来看你了 妈妈 这种感觉就跟我刚看到你妈妈十一样 有个孩子被魂兽盯上了 在那里 孩子被困在那儿了 不能再猫含攻击,会伤着孩子 走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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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你妈妈不只是美 更重要的是 她身上散发的 那股清新气息 她是传精的 没有半份杂质的仙子 虽然这是第一次见到她 但我的心却已经被她俘虏了 我叫阿尹 蓝营草的爷 原本想搓一搓 浩天双心的锐气 没想到区区兰茵草 居然会有那么大的威力 真是令人意外呀 之后 我们一截禁乱 阿尹年纪最小 排行第三 我们既叫她阿尹 也会叫她小三 你的名字 由此而来 我和大哥 都爱上了美丽的阿尹 大哥最终成全了我们 返回祖门 也同样是那天晚上 阿尹向我坦白 她是十万年昏寿 蓝营荒 我心中对阿尹的爱 冲淡了一切 十万年昏寿又如何 只要进入成熟期 她就是真正的人类 于是 我向阿尹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原来她心里 其实一直都喜欢我 但由于害怕伤害大哥 才为作决断 于是 我们在一起了 原以为 我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然而正当我们准备返回祖门时 昏殿的人 发现了阿尹的身份 我们套过一宿 但他们却招伤了浩天总 你爷爷奔就病重 一气之下便过失了 大哥继承了宗主之位 在各方势力中举步伪奸 你出生的那天 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 那天 我的婚礼 达到了九十几 而你妈妈 也终于进入了化行后的成熟期 也正是那一天 五魂殿的人找来了 你要不是一切实用献祭 知不知道你自己将永远灰飞烟灭 阿尹 不要 跟他们走吧 不要献祭 扶着他 所有人一起动手 烦草全身 无归处 风雨流明 幸得东风过 不如就别了 我的爱人 大爷 不好 拥有十万年回还的风号灯笼 我上 趁他还没完全是一十万年魂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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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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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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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吧 唐浩 这笔杖 我会你得记下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 好天斗罗 我当时可以杀了 但我不能累积宗恩 武魂殿还有一人 足以令整个好天宗忌惮 离开后 我把种子种在这里 带着你住进了附近的圣欢村 之后千讯既不知而亡 武魂殿的人 还是逼上了好天宗 大哥不得不将我出名 并并封闭宗门 浩天宗 从此隐身而去 后来的时间 你也都知道了 若不是因为从你身上看到了希望 我恐怕 就会那样 哄哄哄哄地度过一生 你很出色 比我想象的 还要出色得多 爸 不用为我难过 再艰难的时刻 我都挺过来了 我用魂力将体内沉鱼的疾血 逼入一腿一臂 再将其斩断 彻底脱离伤势的苦恼 不是说 魂骨与自身融合后 就不可分割吗 对于封号斗罗 只要自己愿意 死至的魂骨 还是可以脱落的 但代价也同样沉重 我的魂力 也因此降到了七十五级 爸 我有办法帮您治疗救伤 您不必 这是我欠足门的 当初 我从足门 获得的两块魂骨 就分别在断去的手臂和腿中 我没能继承宗主之位 爷 对不起父亲 多年来我一直都很愧疚 如果让我重来一次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你妈妈 但我同样也会回护宗门 等我将事情交代完 你就回宗门吧 替我击败你爷爷 千寻吉亿子 但无魂殿的仇 却不可不保 我要你帮宗门重新举起 爸 我一定做到 打开看看 别败了